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营养学的课程是要解释脂溶性维生素第二部分 今天我们要上的营养学是要介绍脂溶性维生素的第二部分 好,那我们开始 那我们主要的要介绍维生素E还有维生素K的部分 那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是要认识维生素E还有认识维生素K 那首先我们介绍维生素E 那维生素E又介绍又称为生育醇Tocophelo 那维生素E具有抗氧化的能力 维生素E本身具有抗氧化的能力 是人体内强的一个抗氧化剂 能够抑制许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其他化合物的一种过氧化 能够保护细胞膜 能够清除脂质的过氧化 也有防癌的一个效果 那维生素E能够延长肺细胞的一个分裂 能够增强对氧的利用率 以及心脏对于尤其是心肌对于低氧的一个耐受性 能够减缓动脉周状硬化症 或者是心脚痛 冠心病它的恶化 那维生素E能够延长肺细胞的分裂 能够延缓人体的一个衰老 所以维生素E又叫做不老 不老数不孕 不孕 就是 那维生素E的化学结构 维生素E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生育醇 我们可以用生育醇 因为它跟我们的这个生育能力呢 很有相关性 它的分子包括环状结构 以及支链结构两部分 饱和型我们称为Tocophelo 那不饱和型称为Tocotrino 那每一型呢 又可以分照 依照它的环状结构 结构上的一个甲基位置 来区分成α、β、γ、Δ四种 那维生素E实际上又含有八种结构的一个大小 大小同分液构的一个化合物 那维生素E的一个功能 那维生素E它呢 是一种油溶性的一个抗氧化营养素 所以具有这个清除自由基的能力 可以跟子质共存 保护细胞膜上的不饱和脂肪 负责细胞膜的抗氧化作用 具有抗老化 抗不孕、抗癌 它的这个能力 所以维生素E缺乏的时候 就会有所谓的溶血性贫血 不孕症 还有早产 还有神经视觉细胞的一个 视觉细胞的受损 很容易受损 还有维生素E 可以促进饱和脂肪酸 还有胆固醇的运送跟消化 那维生素E的缺乏症 红血球细胞膜 很容易受到自由基的破坏 而损伤 造成溶血的现象 红血球 受命的缩短 而导致贫血 将成为溶血性的贫血 所以维生素E 可能因为维生素E的缺乏 而使得神经组织受到损 损害 而使得肌肉协调不良 步伐呢 就会不稳 反射的功能会减弱 眼睛 它的肌肉 会有所谓的麻痹现象 严重的时候 就会完全无法行动 造成运动失调 因为神经组织新陈代谢缓慢 对于自由基的破坏 最为敏感 那这是维生素E的缺乏症 常见的现象 那维生素E的吸收不足 可能是因为维生素E的吸收 是需要油脂的配合 那当胆汁滞留 或者是纤维化囊肿 或者是胰胀炎等这种疾病的时候 使得脂肪吸收呢 就不良 同时就会导致维生素E的吸收不良 进而使得脑脊椎神经功能受到损害 维生素E它的食物来源呢 在最多的就是植物油 含有很多的维生素E 是主要的来源 包括了葵花油 还有红花籽油 玉米油 熟茶油 以及这个花生 核桃 芦笋 还有植物油 植物油像大豆油 玉米油 那另外还有像芒果 酪梨 都含有很多 丰富的 Alpha-Tocophelo 就是Alpha的生育醇 也就是维生素E 那维生素E的参考摄取量 就是 DRI值 那维生素E在男性呢 我们建议是12毫克 那女性呢 我们建议是12毫克 在特殊的情况下 像怀孕的时候 我们要另外再加两个毫克 那哺乳呢 就要另外加三个毫克 那对于成人的一个上限摄取量 因为维生素E是一个 就是可以跟生育有关的一个维生素E 所以在很多时候呢 维生素E也当作一种 像是预防不孕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 所以呢 在成人的上限摄取量呢 我们每天呢 是以1000毫克 就是生育醇的荡量 当作一个上限摄取量的一个值 那维生素K又称为凝血因子 维生素K在这个血 当血栓形成的时候 跟这个凝血纤维蛋白形成的时候 所需要维生素K的 因为维生素K能够有助于骨骼蛋白的形成 促进钙根 钙在这个骨骼蛋白的合成功能上 当使用抗生素的时候 肠内的细菌常常会被杀死 而导致合成维生素K的一个缺乏 就会造成维生素K缺乏症 那这样子呢 就会使得凝血时间会拉长 或者是容易产生出血的现象 除了用于凝血外 维生素K还会参与合成骨钙质 蛋白母体组织会促进钙的一个 勘合的一个作用进行 那维生素K是骨骼组成的一个重要元素之一 那维生素K在食品中 比如说在这个气死 维生素K含在气死啊 蛋黄啊 肝脏啊 还有绿色的这个叶菜类种 都还有很多的维生素K 那肠道内的有些续菌 是能够合成维生素K的 那在骨质疏松症的病人里面 他协议中 对于维生素K的含量浓度 大概就是正常人的35%左右而已 所以也就是说 当维生素K不足的时候 也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症的 那蔬菜摄取不足 最容易造成的疾病 就是维生素K的缺乏 因为维生素K 存量在这个绿色的蔬菜色比较多的 那维生素K的缺乏症 隐藏在其他的病例中比例很高 通常是因为蔬菜摄取不足 那而且呢 如果有使用抗生素 比如说医生常常给病人吃抗生素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呢 就可能因为吃多了抗生素 使得肠道中制造维生素K的维生物呢 就缺乏 以至于他就会缺乏维生素K 那维生素K的结构 一般来讲 维生素K的结构呢 他的因为他的来源不同 有三种结构 那其中呢 有环状的结构 在环状的结构部分呢 是相同的 他的维生素K的差异 他的结构的差异呢 主要是在支链上的长短 来做一个差异 不同的结构 那维生素K的功能 维生素K主要是维持 这个血液中的正常凝血机制 那血液中含有凝血酶源 那这个凝血酶源呢 有八种跟这个凝血有关的 一个蛋白质 他都可以跟钙质结合 那维生素K呢 都就是一个启动 这个凝血酶源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血管壁损伤 或者是外部伤口 都会启动这个凝血机制 那这个维生素K呢 就是维持这个正常的凝血机制 那照骨细胞合成的 这个蛋白质的时候呢 都是需要维生素K的 也就是说骨骼在矿物质化的时候 需要独特的蛋白质 来跟钙做结合 并且执行一些调节的作用 那照骨细胞合成的时候 这些蛋白质 就需要维生素K的作用 来维护这个骨骼的健康 那维生素K的缺乏症有哪些呢 也就是说经常使用抗生素 杀灭肠道这个细菌的时候 很容易造成肠道 对于维生素K的合成呢 就会不利 也就是说 这个合成的细菌呢 就会被杀灭 那维生素K就会不足 那另外呢 有一些服用预防中风 或者是高血压的一种 抗血栓药物 它会结抗 维生素K的作用 也就是说维生素K的 的那个作用呢 会被这个预防中风 或者是高血压的一些 抗血栓药物 抵抗 抵制了 而造成间接性的一个 维生素K的缺乏症 那所以维生素K的缺乏症 就会造成低凝血 霉原症 也就是说 它的血液凝固 时间会减缓 也就会时间会拉长 血液的凝固 就会拉长 那凝血所需的时间 拉长了以后 就很容易在皮下 皮下很容易有出血症状 就会产生容易发生在皮下 或者是脑神经组织 还有护墨腔 消化道 这些组织 就会造成皮下的那个止斑 就所谓的止斑症 那维生素K缺乏的一个出血症 在维生素K缺乏的出血症呢 就容易发生在新生儿 或者是利用这个母乳 补胃 婴儿 因为这个新生儿 体内储存量很少 而当缺乏 缺乏这个胆汁 或者是有干扰脂肪吸收的疾病 同时就会导致 维生素K的不足 那这个都是很容易发生在新生儿 或者是吃母奶的婴儿 就很容易因为他们体内 缺乏这个维生素K 那维生素K的来源 在绿色蔬菜 还有肝脏 芦笋 全骨类 都是含有维生素K比较多的一个食物 那人体肠道细菌可以合成 可以供我们身体 维生素K的一个合成 可以跟我们身体的利用 那过量的维生素K 也是会造成一些毒性 那化学合成的像维生素K3 很容易有中毒的危险性 那在婴儿身上呢 很容易造成冲血或者是黄胆 因此不可作为食物或者是营养的补充剂 也不可作为孕妇的补充之用 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说这个维生素K呢 它是合成的 化学合成的时候 很容易造成维生素K的一个毒性 尤其是对于婴儿或者是孕户的补充使用呢 是避免 那维生素的强化或者是补充的原则 由于食品加工的时候 矿物质含量比较丰富的部分 会因为加工而流失或者是损失 就像粘米或者是抹粉的时候 就很容易丧失那个胚芽 那制造罐头或者是蔬果的罐头蔬果 很容易因为丧失了维生素K跟叶酸 那这个都是因为在食品加工的时候 就是过程中 食品加工的过程中所损失的一个营养素 那必要的时候 在做这些加工都会额外的在 强化回去 那利用加工的技术可以将流失或者是欠缺的营养素 添加在食品中 叫强化的一个动作 那我国在民国55年开始 由于台湾这个由台湾这个由台湾自研总厂统筹执行 实行食研加点的一个强化 来预防缺点而引发的甲状腺肿大 也就是在50年前 50年前你或许在街上 路上都很容易看到这个脖子肿大的一些妇女 但是因为这个我国在民国55年 在点炎就有点炎的这样的一个强化点的一个政策 就有预防缺点的疾病 就是可以比如说甲状腺肿肿大呢 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有很大的一个预防的一个现象 所以后来就比较没有大脖子的一个的妇女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怀孕期 如果补充铁跟叶酸的时候 比如说口服避孕剂 用在补充类型的时候呢 像维生素B6啊 叶酸啊维生素B6这些 就必须要对于口服避孕剂的使用者 就要特别补充这个叶酸跟维生素B6 那怀孕的人呢 就要特别补充铁啊叶酸啊 因为诊断维生素或者是矿物质的缺乏症 像缺铁性的贫血 它所补充的种类就可以是铁剂啊 这些的补充 那对于吃全素的人呢 就应该补充一些维生素B12 鑫或者是铁 因为这些维生素B12跟鑫跟铁是吃全素的人最容易缺乏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维生素A的一个历史故事 在西元1816年的时候 发现只要用面筋 淀粉 糖 跟橄榄油来喂食狗的时候 那狗的眼睛 它的角膜就会有溃烂的情形 最早发现就是眼睛有 有种常见的疾病 称为夜盲症 那在1912年 耶鲁大协就发现了 如果用牛奶来喂食这个动物 那这个动物的生长 它的正常呢 它的正常情形哦 就是会很正常的 那如果呢 把牛奶中的脂肪抽出来 就是用脱脂乳来喂养动物的时候 那么这个动物呢 生长就会不足 并且产生肝眼症 那由于奶油脂肪中萃取的维生素A 在就是说可以萃取维生素A 这个事情呢 是在1913年到14年之间 由于奶油的脂肪萃取出一种物质 那时候称为维生素A 那在1928年呢 就确定了这个 胡萝卜素是为一个有效的维生素A的一个先值 而且在把它存化分离 在1934年到1935年之间呢 还有在1971年就发现了维生素A的分子 分子的一个机制 也就是对于动物以及人体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子 就是维生素A 甚至于知道这个维生素A的一个在我们身体的一个机制 还有维生素D的一个历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全国欧洲人民都生活很困苦 孩童呢 都是 这些孩童呢 都是受骨如柴的 而且胸骨呢 都会突出 呈现居履症的一个症状 在英国非常的显著 那因为英国呢 那时候就是阳光比较缺乏 他们像伦敦就是一个雾都嘛 所以呢 在英国当饮食缺乏的时候就 相对的很快就有居履症的一个出现 而且发现某些在贫困 贫困污秽 饮食不佳的地区 反而没有居履症的现象 诶 这就奇怪了 让那些 那些研究人员发现说 诶 怎么好像跟阳光是有关的 一直到了18世纪 就确立了 确立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照射阳光所带来的改善维生素D的缺乏症 也就是说 照了阳光之后 就是皮下的脂肪 以及胆固醇就会 转换成维生素D的这个事情 就在那个时候已经有确立了说 阳光是可以改善维生素D的缺乏症 到了24世纪前呢 才被认为说 日常摄取营养素的缺乏症呢 跟这个 跟这个维生素D呢 是有关的 那维生素D 就是说在食用用油里面 含有很多的维生素D 像天然 食用的天然油 还有鱼干油 可以用来治疗居履症 那是开始是在1870年代 那一直到了1922年 才确定 也就是说 科学家就推论 这个预防跟治疗 居履症的因子 可能跟胆固醇的 这个衍生物质有关 这个是在1870年代 而且一直到了1922年 才确立 好 那到了1925年 正式将天然油中 可以预防治疗居履症的物质 称为维生素D 那到了1923年 确认说 居履症的病人 他的粪便中 含有大量的钙质 那这个维生素D 就是能够改善肠胃 肠胃对于这个钙吸收的能力 也就是说 维生素D能够促进 肠道中对钙的吸收 那到了1927年 发现说脉角固醇 它是可以经由日照 日光的照射以后 合成维生素D 那这个脉角固醇呢 可以从酵母中分离出来 价钱更便宜 可以工作平民的使用 那到了1940年 开始将这个维生素D 加入了婴儿的这个奶水中 所以到现在 你就很少看到 居履症的病人了 因为已经把这个维生素D 添加在奶粉 那维生素D的这个历史故事呢 是在1919年 威斯康辛大学根据这些 诺农奶农的这个报告 认为吃了饮食中呢 含有黄色蔬菜 就是可以促进 具有促进动物生长的一个效果 他那时候做了一个记录 而且记录以黄色的玉米 来喂食牛群的时候 那牛的生长跟这个生殖的能力 就会比白玉米 喂白玉米的这个牛仔 那些牛群好很多 那这个牛汁呢 就是吃了植物的这个玉米 玉鼠鼠 还有β胡萝卜的这些 还有红薯的黄色物质 因为具有营养价值的 天然维生素E 不仅含有合成的 所谓的α α的生育分 而且含有其他各种形态的 一个生育分 或者是说生育醇 所以呢 它的生理活性 效能双倍于合成的 也就是说天然的 维生素E的这个 它的一个生理活性值 比合成的维生素E 更有效果 那维生素E就是一种 抗不孕症的一个因子 在1920年 在1920年是发现说 食物中如果含有一种 对老鼠生殖 或者是必须的一个因子 存在的时候 存在的 一直到了1924年 将它命名为维生素E 或者是说抗不孕因子 那在雄性的这个老鼠 就是公鼠 给予维生素E 缺乏的食物的时候 就会导致这个公鼠 它的稿丸中的精子细胞 会破裂的一个现象 会有破裂的现象 因而发生了 永久性的不孕症 多么严重 你看这个公鼠 它在缺乏维生素E的时候 就会有不孕症 那这个母老鼠呢 如果母老鼠 如果缺乏维生素E的时候 就会产生弱小的老鼠 那这个有这样的母鼠呢 就会有缺乏维生素E的时候呢 它生出来的老鼠就特别幼小 也就是它的体重 会比一般正常的老鼠小 那有关维生素K的历史故事 是在1929年 利用脱脂的食物 来喂养这个动物的时候 发现有一种 幼小的这种幼雏的一个出血 出血的一个疾病 而且是跟这个凝血非常 它的凝血情形非常缓慢 也就是说出血以后很难止血 就是很难止血的现象 那在1931年就发现说 喂食这个喂食鱼的一个萃取物的 一个幼雏动物 它会死亡率很高 而且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伤口 就会不断的流血 不断的流血 那这个甚至于长达数小时 都没有办法凝血 那这个凝血煤源呢 本身就是一个凝血 就称为凝血的一个维生素 就称为维生素K 那这个在1935年 将这种现象归晕于幼熟的一个 就是幼小的动物呢 它在日常饮食中 如果缺乏某种制造凝血煤源 也就称为凝血的一个维生素 就是维生素K的时候 这个在1935年 发现维生素K 就是能够参与 参与修补跟维持血液的 凝集的一个酵素 就是酵素煤源 凝血煤源的一个正常程度 那所以在1939年 就分离出了这个维生素K 那到1938年 证明维生素K在临床方面 对于人体的益处是很大的 那1939年 分离出来 存的这个维生素K1 跟维生素K2 那这个1940年呢 还鉴定出来说 这个维生素K2的一个化学结构 把它订定出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 那例题1呢 就是说 维生素K1的一个功能有哪些 维生素K1的功能就是 它维生素K1本身又称为 抗不孕的一个维生素 所以维生素K1可以有抗氧化的能力 有帮助生育的能力 还有对于细胞膜 会防止细胞膜破裂 还有预防溶血性贫血 有这些功能 主要的功能就是这一些 那例题2呢 维生素K1的缺乏症有哪些 那维生素K1的缺乏症 就是会有产生溶血性的贫血 产生不孕症 这些或者是皮肤干燥 维生素K1会造成皮肤干燥等等 都是维生素K1的一个缺乏症 那哪些因素会造成维生素K1呢 也就是说它造成维生素K1缺乏症呢 就是哪些因素呢 包括了就是饮食中缺乏维生素K1 比如说这个维生素K1 是含在鱼油含量很多 那这个不吃鱼油的啦 或者是说饮食中缺乏维生素K1的 或者是对于脂溶性的 这个吸收能力变差的 有些疾病 对于脂溶性脂肪的吸收 像胆汁的分泌不足啊 或者是说有胆难的疾病啊 胰胀炎啊等等 对于这个脂肪的吸收 都是有障碍的时候 那维生素K1相对的也会有 摄取也会有困难 那就会造成维生素K1的一个缺乏症 那这些就是维生素K1的一个因素 所以除了饮食之外 也要看看是不是有一些疾病 那这些疾病包括了这个胆汁的分泌不足啊 或是胆汁制造的不足啊 这等等都是一个维生素K1的一个缺乏症的因素 那另外呢 食物中有哪些是维生素K1的来源呢 食物中含维生素K1多的就像鱼油 还有胚芽 还有蛋黄 内脏类肝脏 动物的内脏肝脏 还有一些像 酪梨 芒果 绿色蔬菜呢 都有一些维生素K1的来源很多的 那立体五 哪些因素会引起维生素K的缺乏 那维生素K缺乏症呢 最容易造成的因素呢 像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 尤其是叶绿色的叶菜类的缺乏 摄取量不足的时候 就会造成维生素K的缺乏 那另外呢 就是使用抗生素过多 也会造成维生素K的缺乏 那这个呢 就是最常见的因素 就是绿色蔬菜使用量太少 摄取量不足 或者是这个 有关的使用了一些相关的抗生素 造成这些抗生素呢 把这个肠道中的 能够合成维生素K的一个 维生物呢 维生物都被这个抗生素给杀死了 所以呢 可以帮助我们人体 合成维生素K的细菌 被杀死以后 相对的摄取维生素K 就会不足的现象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总结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已经认识了 维生素E跟维生素K 而且也认识了 这个维生素A,D,E,K这些的一个历史故事 那从这个本章的介绍 我们也会知道 每天所应该摄取的维生素E的一个含量有多少 以及我们应该从哪些食物中摄取足够的维生素E 还有哪些食物中摄取足够的维生素K 而且也认识了维生素E会有哪些 就是说缺乏维生素E的时候会有哪些缺乏症 或者是说我们也认识了维生素K的缺乏症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本章所介绍的主要内容 尤其是维生素A,D,E,K的一些历史故事 当我们在念这些维生素A,D,E,K的历史故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这些科学家 他们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 首先都是因为这个有了症状 有了动物性 比如说动物性的或者是人类的一些症状产生了以后 那他们去做进行了一些动物性的研究 就会了解维生素就对于我们 尤其是子容性的维生素 对于我们的人体所造成的一些缺乏症 他们之间的一些相关性 那我们从本章就做了这些介绍 那希望同学们可以借由本章的介绍 你可以了解有关于子容性维生素A,D,E,K的一些故事 借由这些故事来了解维生素A,D,E,K的一个应该摄取的一些量 以及知道了维生素A,D,E,K的一个重要性 以及维生素A,D,E,K的会在我们人体所造成的一些缺乏 或者是产生的一些缺乏症是哪些 那你必须要用哪些食物的摄取来预防这些维生素A,D,E,K的缺乏情形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个单元所要介绍的 那在这边我们做了个总结以回顾